昨天我们说了自租房转出租房该如何报税 今天咱们再来聊聊如果是出租房转自租房咱们怎么报税呢 还是举例来说 比如我在2018年买了一个价值60万的出租房 每年咱们如实申报房租收入 到了2022年由于我的个人原因将房子收回来了 我自己住了 假设这个房子当时的市值是80万 然后我又在2025年以120万将这个房子卖掉了 咱们这么一番操作该怎么报税呢 当房子的用途产生了变化 税务上是适同这个房子以市价出售了 这个我们上期讲过 这里咱就不多说了 上面说的这个房子 2022年用途从出租房改成了自租房 产生了20万的增值 这个增值部分的50%是算我的收入的 就是10万块钱 从我住进去的那年算 这个房子就成了自租房 购房成本是视为80万 我2025年120万把这个房子卖掉了 又产生了40万的增值 可以利用自租房免税的原理是不交税的 这里相当于2022年 我卖房增加了10万的收入 假如我2025年的年薪是8万 那我这一年的总收入 就是卖房的10万加上年薪的8万 一共是18万的应税收入 一共需要缴纳大概59000的税款吧 如果咱们能在房子转变用途的那一年 多做一步 可能咱们就不需要交这么多钱 2022年报税的时候 咱们让会计师做一份税法 45第三款的解释信 提出房子由出租变自住的 势同出售并不存在 指令从2018到2022这四年中 这个房子还是被试做是我的自租房 这样从2018到2025年 全部8年 房子均可以当作是自租房 那房子增值的这60万 自然也就是全部免税 税法45第三条election 是针对出租变为自住 用来延长自住年份的一个税务操作 最多可以延长4年时间 还记得自租房转出租房 是出法的第几条呢 对了 45第二条election 咱们也是需要会计师 给CRA写一封写实信 在卖房那年报税的时候 立交 同样是利用自租房免税 这个豁免权达到免税目的的 但是这个申请是有前提的 必须满足以下全部条件 第一 房主必须是加拿大税务居民 第二 出租期间正常报房租收入 就算咱们被视为自住的这几年 也是照常报房租收入 第三 这四年期间 不能再指定其他住所作为自租房了 第四 这种方法只适合整屋转变用途 如果你只是部分房子发生了用途改变 那是不行 如果您是有多套房产的人 那么卖房之前 咱们最好先计算一下 看看哪个房子能给您带来最大的利益 别平白无故损失了几万块钱 您自己都不知道 好 我是一飞 你身边的地产经济 咱们明天再见了 拜拜